HELLO 大家好 聰明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不願意入手的霸王小子 X7 Plus的掌機 有一個玩家問我說 貼了這個連結說 這台值不值得買 那我就回他說 我覺得這台蠻爛的 就是不推薦你入手 那他就問我說那你買了嗎 我說還沒 他就回我說 那你沒有買你怎麼知道這台很爛 那我想一想 嗯好像也是 那還是買一台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待會跟大家說明幾個 我覺得他不限利入手的一些原因 那再來就是 這台去年也有蠻多爭利的 就是有一些 比較惡劣的賣家 就是在FB上面PO出一夜市的商店 那可能就是標榜賣的是PSP 那只要一千多塊 結果買了以後收到是這一台 所以他們看到這台 應該會超級生氣的 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一夜市商店 不管他的商品的類型 跟圖片是否很真實 還是要注意一下價格 符合市場行情 那再來就是賣家資訊 有沒有標示得非常清楚 如果只有獲到付款的話 那請你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可能絕大多數 都是賣家片比較多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這台的特色吧 GO 好 配件猜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是他有一個中英文的一個說明書 然後USB的一條充電線 然後一個 看起來破破舊舊的這個耳機 然後還有一條這個 轉接電視的這個 AV端的線材 其實這部分我覺得很可惜 它是可以輸出到大電視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特點 但是很可惜他沒有支援HDMI 像這種AV的話 轉接的話會有一些雜訊 而且會有嗡嗡嗡的聲音 所以 我覺得這就是我不太推薦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主機的部分 好 再來看一下機器的部分 其實它外觀真的有在仿這個PSP的感覺 然後這個按鍵非常的爛 這個隨行按鍵 因為之前我就有類似的機種 這個很快就按壞了 而且其實它不太好按 好 而且你按一下你會發現它其實很容易鬆鬆的 好 那前面的配置基本上是OK的啦 DEPAY 按鈕 還有兩個類比搖桿 這個設計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這個DEPAY如果這個十字鍵呢 不要做成水晶的話 可能質感會更好一點 因為玩起來手感會有一點點差異性 好 那再來給大家看一下底部是沒有任何的設計的 那背部的地方的話有兩個喇叭孔 還有一個後鏡頭 但是它的畫質非常的差 好 那上面的話就是一個電源鍵 音量大小聲的調節 充電口還有一個記憶卡槽 它是可以外插記憶卡 最大是64G 好 那就是它的電源開關鍵 跟一個外接喇叭 它塑膠感很重 而且這台非常的輕 感覺它的拼裝的品質是不是那麼好的 好 那我們先來開機看一下它的系統吧 好 現在已經開機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台呢 它的訴求呢 是它可以聽音樂 好 放給大家聽一下 好 然後也可以做這個圖片的瀏覽 好 雖然這是它主打的功能 但是我覺得對大家來講 應該是不太會使用到這些功能啦 然後呢 它也可以做影片的播放 解碼可以到264 在視訊的地方 但它操作起來其實 反應的話是比較慢的 然後再來呢 它裡面這邊你會看到它一個瀏覽器 你會以為它可以上網 那錯了 它其實這只是檔案總管而已 好 那它這一些呢 就讓你做瀏覽 其實它這一家的掌機 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去看X16 至少它的螢幕 跟它的主機板都比較好 這一台我覺得就是 它們用次等品 一些比較爛的螢幕 比較爛的主機板 把它拼湊出來 硬拿出來賣的那種感覺 那能玩的話 就是32-128的這種類型的遊戲 它這一台的資源性最高 就只有到CPS1而已 所以說像PS以上的遊戲 它都跑不太動 甚至有一些比較 新一點的MME的遊戲呢 比較新的版本 它也是跑不太動的 然後就可能只能 只能跑這種比較簡單的 紅白機啊 或者是GBA GBC這種掌機的遊戲 比較適合 一直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再來遊戲的部分呢 這一台呢 比較不推薦的原因呢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它裡面放的遊戲的弄呢 都會是英文原始名稱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 這個是超級馬力 或者是說這個是越南大戰 你必須要對這個英文弄名有概念 而且它的排序就是這樣 直直的往下 它並沒有辦法去幫你做一些分類 像這些機器 它們都會標榜說放很多遊戲 但是遊戲真的放上去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判斷 這是什麼遊戲 這也是我覺得 遊戲體驗比較差的一個部分 好 接下來試一下遊戲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一台呢 如果玩它內建的遊戲的話 基本上是 都算很順暢啦 就像你畫面上看到這樣子 但是你自己加遊戲的話 因為它的 晶片並不是這麼的優 所以其實很多模擬器的遊戲 加進去不一定能執行 這部分也是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值得稱讚的一點呢 就是至少這個遊戲 還可以保存進度啦 不過我很討厭就是 它這個電量根本就不準 因為我的電是滿格的 我剛剛充完而已 但是它會突然 掉一格又突然加一格 那讀取的話 你試給大家看一下 它讀取進度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如果跑得慢的話 就不要 不要就是 不要要求它太多了 因為畢竟這台機器 就是就1000多塊的價位 它的設計呢 本身就是 走比較低階的市場 也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OK 好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有跟大家說 這個後鏡頭其實是非常差的 不過我覺得口說無憑 還是開給大家看 其實一打開的時候 它的畫面其實是非常近的喔 它直接有沒有 直接就看到這個說明書上面的大致了 然後你還可以再往上拉 有沒有 最高是這樣四倍 然後正常的話是這樣子 其實它正常就很近了 所以它其實也沒有廣角 所以拿來拍照 我覺得也是 滿不OK的啦 而且它這個地方控制 全部都要從這個按鍵去控制 它也沒有觸控的螢幕 所以其實我覺得 實用上來講 是比較便扭的 這也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OK 好 那我也嘗試 加入了自己的遊戲 在這個記憶卡的部分呢 加入了五個遊戲 好 但我剛才有試過了 不管我加了MME FBA 或是CPS 好的遊戲呢 它都會出現一個 不支援的一個畫面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都會出現這個 檔格式不支援 基本上我放的遊戲 都沒有問題 就是如果你要玩 其他自己的遊戲的話 可能就會很容易遇到 像我這樣子的問題 好 那變成你只能玩 它原生的遊戲 好 那我就覺得很浪費錢 如果你花一千多塊 只能玩 它的這些遊戲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是 體驗會比較差一點 好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還有其他模擬器 我就不一一測試了 最後跟大家分享的價格 那我的入手價呢 是一千多塊 我覺得是還蠻浪費錢的 好 那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包裝後面的 其實就有詳細的去敘述 它可以支援的模擬器 好 但最後面就寫到有PS 那PS的部分可以跟大家說 就不用測了 因為是 真的是跑不動的 然後呢 它後面寫說 記憶卡最大支援到32 但是實際上X64也是可以 好 這也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覺得它的壽命 應該不會超過一年 那以這個價位來講 一千多塊 我覺得你還有更好的選擇啦 那這部分我就不做推薦 反正就大家自己去評估一下 如果這台機器你覺得適合 你還是可以買 好 那今天的測試 稍微告一段落啦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拜拜